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文昌鸡 在视频开始之前 请给我个点赞评论分享 好人有好报 感谢你们的支持 好 视频开始了 唯美食不可或缺 如今 可供人们选择的肉类有太多太多 每个地方呢有关肉 类的做法不尽相同 但各有千秋 烧鸡 想必这是绝大多数人的喜爱 卖也方便 吃也方便 而且算是熟食中醉 据物美价廉的一种吧 为啥海南门昌鸡如今门庭冷落 跳槽老板这个弊端器走顾客 在我国 烧鸡使力来悠久 伴随中国五千年历史文明 它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现如今 烧鸡的种类繁多 风味护益且独特 全国范围内最具知名度的烧鸡 你知道吗 例如德州爬鸡 福利鸡烧鸡 道口烧鸡 钩帮子熏鸡等 为啥海南门昌鸡如今门庭冷落 跳槽老板这个弊端器走顾客 不仅具有极高的人气 而吃起来口感极佳 营养价值极高 那么 今天要说的这款鸡 不是四大名鸡 而是文明于海南的特产之一 这就是海南文昌鸡 海南文昌鸡自兴起很受欢迎 以至全国各地都有 摊位或者门店在做 售价也比较合理 为啥海南文昌鸡如今门庭冷落 跳槽老板这个弊端器走顾客 一只快钱 除了一些高大上的酒店 其价格为快钱一只左右 久而久之 海南文昌鸡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这是为何 不妨听听这位跳槽师傅的分析 之所以跳槽 是因为海南文昌鸡店在遭遇很多狗 很难盈利 故不得不跳槽 那为啥海南文昌鸡如今门庭冷落 这个弊端器走顾客 为啥海南文昌鸡如今门庭冷落 跳槽老板这个弊端器走顾客 实材备受质疑 众所周知 海南文昌鸡的主要 食材来源就是客家人散养的走地鸡 以童子鸡 小母鸡为宜 但随着物价上涨以 及新冠疫情的影响 这种鸡采购价也不菲 为了降低成本 实现利润最大化 有极少数餐厅老板 私自采购冷酷冻肉 甚至是病死之鸡 导致做出来的成品很难看 不仅卖相差 口感更差 为啥海南文昌鸡如今门庭冷落 跳槽老板这个弊端器走顾客 价格居高不下 肉类的价格一直处于上涨状态 一旦涨上去很难再降下去 只有猪肉价格变化幅度较大 随着本次寒寒潮来袭 很多人在囤粮囤货 使得蔬菜高涨 肉类也在跟涨 海南文昌鸡亦如此 目前的价格处于巅峰状态 要是加工成成品在卖 价格很高 一份中盘海南文昌鸡的价格在之间 一般人吃不起 这种情况晦气走很多顾客 为啥海南文昌鸡如今门庭冷落 跳槽老板这个弊端器走顾客 做法没有标准 每一道菜都有具体的做法 具体的标准 这样才能更好的传承 目前餐厅里很多菜品没有标准 就会出现各种口感 上凉有不齐的现象 也就很难让大家记住 海南文昌鸡也是这样 之前做时几乎都是按部就班 现在被一些厨艺差的厨艺 胡乱制作一通 使得顾客口感各不相同 也不知道哪个到底是正宗的 对此 你怎么看 为啥海南文昌鸡如今门庭冷落 跳槽老板这个弊端器走顾客 好 视频到这边就结束了 请给我个点赞评论 分享感谢支持 小伙伴们对文昌鸡 有了解了吗